走進大園區田新裡的守望相助隊 辦公室內擺滿了二十多年來 守望相助隊維護治安的優秀成績 不過近期田新守望相助隊的辦公室位置 卻遭民眾檢舉阻礙實現 因此也讓守望相助隊的分隊長直呼 真的很無奈 這塊地是經過都市重劃了以後 規劃也變成兩塊地 最早提守望相助隊是88年成立 就把貨櫃衣服就暫時放在這個地方運作 民眾說實在常常在1999 這個信箱會反映說阻擋視線 說一些難聽一點 十字路口房子建起來也是阻擋視線 但是老百姓是比較偉大 他有權利來說這種話 因為這塊土地上面 東西是屬於貨櫃屋沒有使用執照 我們是很無奈 也沒辦法的事情 天心守望相助隊的所在位置 雖然屬於市府用地 不過因為守望相助隊的辦公室 是由貨櫃及鐵皮組成 因此也遭民眾檢舉違建 對此桃園市議員徐七萬透過辦理會刊 藉此要為天心守望相助隊尋找合適的地點 那個土地都是我們市政府 因為這一塊土地跟隔壁是整個是連結的 因為早期在這個都市計劃滑行路透寬 所以說本來分的兩塊 那一塊土地面積比較大 所以說那一塊土地再申請來撥用 撥用了以後 那先暫時先給環保志工隊的貨櫃屋 那打掃機器先暫時來堆滯來暫存 那接著呢我們再來跟市政府討論 如何來做興建 來解決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就是守望相助隊的問題 天心守望相助隊從民國88年成立以來 已有超過20年的時間 不過隨著大園都市計劃道路的開闢 天心守望相助隊卻面臨搬遷的窘境 對此天心守望相助隊也判桃園市政府 能協助尋找用地 並讓他們繼續守護地方的治安 記者網站君談報道